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即将出海试验室航 海军必然成立舰载机试验室飞大队 名单里一定有 杰奥不逊在谢震宇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 下面宣布 对抗赛节目 第三名 谢震宇 那么谢震宇他作为海军的飞行员 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更加的脱颖而出 我觉得这是作为军人的血性史 大家都为你惋气 因为你是独一无二 你不知道这次失败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也是对于自己的技术性的极致的一个要求 他现在身上毛病不少 但是我相信 他是可以锻造出来的领军人物 他受到了很多 包括大队长 包括教导员 等等各方面的影响 秦大帝相信你有法用 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 你得让我第一个伤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速测试 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切准备 包括西城 是 让这个人物就好像在一个 更加扎实的一个环境里边 让他有了一个更好的 像上花样的一个东西 动动 凤三报告 准备完毕 请求开始 开战 我一定比额还回来 收海军委托 海军舰载机 试验是非大队 正式成立 请大队长 秦大帝同志 上台 受领军旗 秦大帝就他人物性格的底色来看 深沉 厚重 热血 不用再等一天时间了 我想好了 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家国情怀来讲 责任 使命 我之所以问您 我的健康还能维持的最短时间 是一回工作 但当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 当国家需要他们的事 义无反顾 站在抬头兵的这个位置上 我做过之后 如果不成功 全大队就有了我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我相信他们做的 会比我更好 完成 国家部队交给他们的重力 他们是一个大型 最后的专件失陪啊 肯定没有问题 当失陪成功了 我全大队的失陪 也算完成了 所以你看 夏敏 各救各位 第一组 出列 是 叶振宇呢 他作为剧中的主要人物 再加上他的身世 稍微有些坎坷 以及他对于部队 对于飞机 是有极大的情感依赖的 其实这种情感 浓重 他必然是有 很好的推动 他如果这种情感 成为负担的时候 他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 下面宣布 对抗赛比赛结果 第一名秦大帝 技术没问题 能力没问题 他没有极其主义 他可能觉得 我的个性大于不一样 秦大帝 个人英雄 天下老子第一 秦大帝曾经是在进入 是非大队以前的一个假象 因为在谢震宇的心目当中 他一直期待有机会 可以跟他在空中一较高下 在天上那是没人能跟你比 既然来了 我不会让他们调整 我要求参加 是非大队 是不认分 秦大队 该呢 所以谢震宇 虽然身上长满了刺 但是秦大队知道 这些是有用之才 所以他就开始 熬鹰一样的熬它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是最重要的 第一时间 君子以后有了在乱 就是他已经能够沉下来 他能够包容一切 像大帝一样 那样沉稳 那样广大 现在的他就像他 沉如大帝 你看似很严厉 但是他这个情感 极其饱满力 好多场戏 秦大帝一个人 躺在宿舍的时候 万籁寂静 那一瞬间是想家的 几次给他的爱人打电话 想问他儿子的情况 这时候秦大帝 内心柔软的那一面 就展现出来了 他无愧于这个国家 但是有愧于自己的小家 其于这些情况 他依然义无反顾地 选择站在 世卫大队的 抬头兵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中国军人的一种精神 而把自己的家庭 放在了 西四 每一个军人家庭 每一位军嫂 其实都为我们国家的军队事业 默默无闻地做着一些贡献 别人的分析 葡萄吧 不可以 谢谢 石飞员这个角色 当你真正的站到了这个位置上 当你真正的站在飞机前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奉献给祖国的航母事 为什么很多人会爱上飞行员 当你穿上一身军装 那是军装所赋予你神圣的力量 是非常值得崇拜和仰视的 后来我跟一个军嫂聊天 在海军啊 空军当中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旗语 你用旗语去说我爱你 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很旗语 然后我也用在跟康元城的那个戏 我也跟他说 空心却飞 横方有我 除了军人的责任以外 还多了一些梦想 一飞冲天 无遥九万 横拳四海 他背后的家庭 军人本身要更强 所以说过去有首歌嘛 叫军功章啊 有我的一半年 我们是一支军队 这支军队的胜利 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所有的东方 喜好 学好 孟靓 笑脸 我们这个戏 都是在描军人 就是让大家看到军人的平衡 这样在展现军人崇高信仰的时候 让他更具感较力 让观众觉得 他是可信的人 他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人 他们仍然也有喜悦和安静 他们也面对传统 但是在国就需要他们的时候 再追下去 好几小孩 能够面对牺牲一下子 笑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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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群在黑暗中摸索的 无私奉献的一个群体 就直接就请这话说 这个事业跟你原来当飞行员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事业充满了危险 这种危险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海军航空船舰载机飞行员 它叫刀尖上飞行员 它叫刀尖上飞行员 随便接触几个宿物业 实际上全打得刚打 很年轻八年所 三十多岁 那句话我觉得就说得很准 在和平时期 是飞员是距离死亡 最近的这么一类人 我跟大家一样 最吸引我的 首先肯定是 进入之后发现 更吸引我的是舰载机 后来我决定 投入到舰载机的拍摄的时候 我才发现更重要的 更可敬的是架势舰载机 舰载机的飞行人 中国一百多年来 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趋务 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 是中国海军基地代人的梦想 只要你能够记得这些历史 你就会觉得 中国航母对中国人 对中国军队有多么重要 航母只是一个平台 真正的作战的武器 是舰载机 唯有舰载机在航母上 这个航母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东东 我是东腰 你做好各种准备 请求开始 开始 要准确地裁件 划死 这个技术 中国没有 找救护车快 而且国外其他有航母的国家 也在封锁和限制这方面的技术 能够是流传到中国来 在一个信息封锁的环境下 舰载机实飞员 他们是用自己的精神和肉体 摸出了这样的一组数据 也是为后来的所有的舰载机飞行员 铺平了一个开始的道路 看到了每一位实飞员 不怕生死 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是为了一个目标 要让航母成军 凝成一股声 转成一个圈子 抬成一个队形 把国家交给海军 交给军队的这个任务 把它完成好 你看我们巨东树立了三代军 一代军人以我们这个 开天的老军所一道别 我们这次军队 就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第一代军人就当时 欺负一个人 但是他们有一个 欺负 有一种精神 那种精神什么 就是打不下来你 撞 我要把你撞下来 到了那个秦大帝呢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 有一种更科学的 更现代的一种军人方式 来成前起后 上战场 那是我们军人的使命 把过去的那些精神继承下来 怎么输到给年轻一代军 成为秦大帝 超越秦大帝 到了年轻的一代军人 应该变成我们说的 有血性 你给我拽开 你是独自无二的 你没有什么自得给你自报自己 有知识 有胆略 在现在的这种社会上 他们有他们更突出的一些优势 从上一代军人传承下来的优良品质 通过我的发言光大 传递给下一代 一代传帮代 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们军人才永远车轮不停的往前走 这就在传承下 我从来没有断络 就是我们传统一样说的 一不怕活 二不怕死 就是这种精神 才让这个民族活得更非 牺牲固然是伟大的 但是牺牲本能是盲目的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牺牲要换来更多的宝贵的数据材质 为后来人做起来更好的安全保障 你打着有什么碎衣味见好 一定是有人为你遮风挡雨 感谢观看